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老鼠 一位收到和服尚别一才长得这么大 绝对的老鼠之王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铅笔之王 长23米 重9.7吨 关注老位好汉 可以用此铅笔提笔写写字 我愿成立为天下第一必亡 世界上最大的狼 加拿大大会狼 如说不说这狼长得是真的大 不过看上去似乎有点不太聪明的鸭策 很有二哈的气质 世界上最强的怪兽是谁 不用置疑当然是怪兽之王格斯拉 格斯拉在电影里差一点点 就被机械格斯拉给失票了 不过好在有心无险 最终未免冠军怪兽之王 世界上最高的人也就是身高之王 罗路上流传身高之王是美国的罗伯特潘兴 身高达到了恐怖的2米其二 标注到篮球巨星杨明 身高也才2米26 普通人在他的面前跳起来 才能打到很大的膝盖 这时候有记住的小伴就说了 曹文啊2米其二真的是人类身高极限了吗 当然不是 其实真正的身高之王是咱们中国的詹世财 詹世财剩余11年清朝时期 他的身高之间达到了恐怖的3米19 直接高出美国罗伯特潘兴竹竹47厘米 贵贵好家伙 人类身高天花板非你莫属 世界上最帅的人也就是亮才之王 当然是现在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了 感谢亮明亮才的见证文作 曹文兄弟们下期一个